胡君的女儿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吴家游女初长成了 在前不久胡君的妻子卢方晒出了他们一家人在海边度假的照片 照片中胡君和他的儿子女儿一起合照 他们三个人笑容甜美都戴着眼镜 胡君穿着随意短袖短裤 胡君的儿子胡浩康穿蓝色 游泳裤和蓝色救生衣 而在照片最右边门的胡君的女儿小九 可以说是十分的热眼 九儿在照片中穿了三点纯白色三点十笔基尼 一双修长的大腿笔直而均匀 腰上没有一丝坠重 修长的胳膊紧紧的抓住上方的栏杆 在照片上看仿佛九儿马上就要超过自己父亲胡君的身高了 这一米三的大长腿可真是现杀旁人 也真是一个做模特的好料子 当然九儿也参加过模特时装周 她在2011年11月 时在中国国际时装周 与名摩马严利的女儿一起走上舞台 她们两人身穿白色长裙 气质独特气场强大 充分地展示了她的优势 九儿虽然在模特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料子 但是有不少网友都评论了九儿的长相真的是太着急了 在胡君一家出游的一些合照上来看 九儿和她的妈妈站在一起 两人仿佛就像姐妹一样 17岁的九儿看上去十分的显老 并没有那种小女孩的青春可爱信息 虽然九儿的皮肤并不是十分不好 但是就她的五官来看 真的就像和自己的母亲差不多的年纪 也有可能是九儿的母亲卢方太会保养 还有九儿日常所喜爱的活动 并不是哪些可爱的事物 而是喜欢骑马和一些户外运动 这使她看上去十分的感恋 但是因为九儿的长相还经常闹一些误会 胡君是一个十足的女儿奴 她对自己的女儿九儿十分的关爱 经常和她一起出去游玩 但在九儿长大之后的一些时间 胡君与九儿在街上游玩的时候被狗仔抓拍到 误以为九儿是胡君找的小三儿 但她的样貌实在是太让人误会了 总感觉是和胡君妻子的年纪差不多 在2015年胡君晒出的一组女儿14岁的生日照片时 自己与女儿亲嘴妻子卢方和儿子亲嘴照片 让一些网友感到费解 表示女儿还小的时候这样做是可以的 但是女儿渐渐长大了 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妥的 爱女亲切的胡君立刻怒对道 你想多了吧 也有很多网友力挺胡君